一直巨蜥正在觅食 在这个过程中却遇到了蜜欢 蜜欢又被称之为平头哥 虽然蜜欢身长不超过一米 身高40厘米左右 体重不过15公斤 但是却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主 然而面对大名鼎鼎的平头哥 反而是巨蜥率先发难 他首先对平头哥蜜欢发出警告 这对蜜欢来说就是一个下马威 巨蜥生性好斗 比较凶猛 不过这次巨蜥却遇到了硬查 下马威用错了地方 毕竟平头哥蜜欢可不是一般的猎食者 平时嚣张惯了 连狮子猎狗都不放在眼里 这次面对巨蜥的威胁 丝毫不惧怕 直接和巨蜥硬刚 对于巨蜥来说 他之所以敢这么豪横 一方面是酷似金边的尾巴 另外一方面就是长约5厘米的爪子 这些都是他引以为傲的攻击利器 反观平头哥蜜欢 他的头骨很大 口鼻短而宽 两边各有上下四颗就齿 前面还有尖而粗的犬牙 而且他的下额肌肉非常发达 只要他咬住的猎物 几乎没有什么能够再让他把嘴张开 有这些特点的加持 从而使得平头哥蜜欢 在面对敌人时 往往能够占据主动权 这次面对巨蜥 平头哥蜜欢 率先从他的尾巴入手 找机会砖咬巨蜥的尾巴 然而当巨蜥躲避平头哥蜜欢的时候 却失去平衡 这个时候蜜欢则趁机死死咬住了巨蜥的尾巴 并将他拖入附近的洞中 而掉入洞中的巨蜥 头部朝下 根本无法再施展拳脚功夫 而蜜欢则又抓住机会 死死咬住了巨蜥的头部 在狭小的空间内 巨蜥想逃脱 简直难如登天 而反观蜜欢 恰恰能够借助这个有力的空间 施展自己强大的咬合力 只见巨蜥被蜜欢咬住头部后 非常痛苦不堪 尽管他想用自己的力爪展开反击 但是无济于事 最终 这只看似强大的巨蜥 居然被身材较小的蜜欢咬死 造成这样的结果 主要还是巨蜥过于自负和轻敌 非得惹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的平头哥蜜欢 才招来杀身之祸 另外 给大家分享一个知识点 蜜欢之所以被称之为平头哥 主要是因为蜜欢的头部比较光滑 远远看去就像平头一般 并且蜜欢的脾气像混社会的大哥 而混社会的大哥多留平头 所以被戏称为平头哥 大家是不是忽然开朗了呢 好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